世贸组织新闻官普齐奥26号告诉中央社 台湾针对中国暂停进口水果所提出的特定贸易关切 确认已经列入WTO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委员会 11月3号至5号举行的例会议程 这是台湾第一次针对水果输出案 向中国提出特定贸易关切 普齐奥表示到时候这也将会是这项议题 将首次在例会上讨论处理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